神爪大罗在时间前用功夫交流的名义上门拜访了以豆腐让断砖为名的铁壁大侠 视频发出来之后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很多网友都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豆腐小砖大发力用掌根砖头是磕断的 所以铁壁大侠的海绵里断砖也是利用了同样的技巧 当然必须承认 这个表演也是需要相当的力量和速度 不是说随便拉个人来都能做到的 大罗在直播中也承认 砖是真的 豆腐也是真的 不过都是有技巧的 少林妙峰也专门发视频揭露了 这就是江湖星火 这个就是江湖的一个小把戏 你看他打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就看到了 通过掌根迅速发力 一个抖镜 把它抖弹 有个网友名叫熊恩棍子哥的 也派视频复刻了一把 掌根磕的 这叫寸掌 用寸掌的暗力打断的 这个砖是没有 那这样打的话 砖不需要做假 直接用暗力打断 因为下面海绵 它的起啥作用 就是给你按 给你那个按下就是磕 制造空间 它是给你磕制造空间的 如果下面直接就是那个砖 这样按的话 它是按不断的 所以说为啥铁壁大侠一直下面放很远呢 在饱受质疑之后 铁壁大侠又拍了个新段子 用了一块整豆腐放在了砖上 然后轻轻一压 砖就断了 但这一次的声音很闷 豆腐又是全覆盖 明显不是磕断的 但是没有验砖 也没有验豆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来听听 熊安棍子哥的解密吧 你最先把那个砖一压一压 都压完了 你带这么弄断了 别人也不法魔法 你这个直接上那张砖了 打别的 不能代表公立 你弄个红牛 你给他单手拍片 试试 一天弄点假砖 忽悠外行 打上去 卡一下 加上进步 加上配银 那是配银 啪一下给弄断的 那是咋弄断的呢 那砖是迷晕的 它是已经的砖 也是将断不断的 只是为了看不出来 放在那以后 它那个 它在豆腐 它在豆腐里面 它放了东西了 因为你一按的话 它 你看我们 我们这豆腐看着没事 其实在这边抛一下 放这个铁块了 或者啥的 你二上去 它也不会变形的 也不会烂的 其实是下面铁块 吃着劲的 一按 不知道大家听了熊安棍子哥的说法 意下如何 小编认为这肯定是江湖新火 要不然铁壁大侠不会把有关盖着豆腐断砖的视频全给删除了 看完这种豆腐下的断砖 还有一种是豆腐上的断砖 我们来看一下 豆腐上面断砖肯定是真的 但必须是老豆腐 而且砖必然不是好砖 其实铁壁大侠本身是有真功夫的 他的铁砂掌和飞镖都很不错 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表演江湖新火 因为你撒一个谎 就得用无数的谎来圆 豆腐上面把砖放在这豆腐上面打开 那是存在的 砖必须要验 验完了 然后找这个豆腐 找老一些的 你看这个豆腐就特别老 特别磁石 然后砖找质量差一些的 扎砖 直接放在上面 工资到位的话 就是可以打断的 有的放上以后不验砖的 那就是放那双砖 那是假的 在这里又得提一下老安童 你见过有人揭秘老安童的提水燕文墩 单全悲人倒立 打混凝土吗 没有 因为是真的 也没人能模仿得了 大家认为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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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